20岁的女大生突然右侧肢体无力 口齿含糊 转诊到台中中山副一诊断出 开放性软圆孔形心房中隔缺损 引起的脑中风 有25%到40%是所谓的隐原性 不易被发现 因此医师就建议 新生儿可以进行心脏超音波检查 来降低风险 一旦管子可以到这个地方 就表示它有一个洞在这 不然你的管子到不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再用气球 再确定一下大小 心导管穿过左右心房这个大洞 在使用气球测量 发现将近有一公分之大 一开始断生扫描看不太清楚 后来发现它症状变恶化了 那就再另外安排核实共振 那时候我们就有秀影像 让大家看它在左侧基底的地方 发现一个脑梗塞 确定脑梗塞 那一个20岁的女生发生脑梗塞 突发性很不寻常 因为它毕竟不是老人家 那我们就要去想说 它有没有其他原因造成 20岁的女大生 在学校突然右侧肢体无力 口齿含糊不清 紧急到附近的医院急诊 断层扫描 并无脑出血 但症状却反复的恶化 且左侧的颜面神经麻痹 接着发现肌底和左侧脑梗塞 最后转诊到中山腹一 进行微创手术 诊断出开放性软元孔型的心房中隔缺损 引发脑中风 最后经由散型的软元孔关闭器将孔洞封堵 目前患者进行复健中 若没有及时的治疗 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偏袒 类似像这种软元孔型的心房中隔缺损的关闭器 去把它整个封堵起来 就避免下次再中风的几率 不然你没有封堵 它下次再中风的几率还是有九成以上 它很容易再中风 脑中风25%到40%是所谓的隐缘性 通常不易发现 医师也建议家长可在新生儿 或者满两岁的阶段 进行心脏超音波检查 来降低不可预测的风险 感谢观看